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9月19日 星期六 這節繼續有我們兩位主持聯合廣播 早晨 大家好 這節要跟大家討論一個 很不想討論的話題 這個就叫做去留大辯論 這個就是爭拗多時的題目 本來也不想再說 因為 剛剛搞了一個論壇 這個主流派 以及這個所謂杯葛派 做了一個論壇 很長的 簡直說 可能沒有必要就不用看了 因為我們發現了整個 辯論竟然 個數小時的辯論 來來去去都是圍繞著一個人物 這真的是難以想像的當初 我聽來聽去就已經聽到三個字 正好的 Kez Mika 梁美芬究竟有什么政績 令整場辯論都好像圍繞她 這個主流派 就是20 مуют 兩大政黨人士 民主黨高老 林卓廷 公民黨的Oversan Mr.Oversan 就是楊鶴橋 剩下就是民陣的岑子傑 坦白說整個都是泛民系統 這都是民陣的 民陣的最大的功效是防止 所以那些傑進派就去 騎劫他們去遊行 因為遊行是獨家的 這就是要跟大家說一些歷史 因為大家就不知道 以前的七一遊行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可能這兩年你才參與政治 永遠有一個大台的物體 就叫做民陣 如果你不是民陣的成員 基本上就是 不能參加他們的遊行 基本上就是他們會 將你排除在外 不會理會你 但是他們 結束之後也會問你拿錢 因為就是 他們有一個不成民規定 總之在民陣搞的這檔東西 開檔的話 就要拾一奉獻 最多就要捐十分一給民陣 例如七一遊行 例如你某某政黨 放完街站 然後要籌到錢 你就要把錢交出來 錢就要捐回民陣 民陣以往一直以來 其實他的角色就是主辦遊行 從來都是沒有什麼角色的 還有就是要 防止 激進派 最初就是 防止社民聯 人民力量 然後就是防止熱血公民 本土派 我們先說回這個正題 這次的辯論 這個叫做去留大辯論 不說別人以為大辯 很去留 理據大部分的人都聽得很多 本台的聽眾大多數都很清楚 關於杯葛的原因 其實就不需要再重複 這次的重點就下了 竟然主流派 一路圍繞著的主題就是 梁美芬 我覺得這件事 是很特別 對於梁美芬過去一年的工作 是一種 重大的肯定 高度肯定 和表揚 竟然梁美芬說 如果泛民 不在議會裏面 梁美芬就會提出一個議案 用權力及特權化 去調查手足 調查熱基金 調查星火 把所有手足 在陽光底下 鞭屍 或者公審 首先這有幾個概念 偷緩 這一定要說 不用說了 我們一定是杯葛派的 一定會跟你辯論到底 你有你的報紙說 我們的台上說 一定是這樣的 我們不會說要你回應 因為你已經回應了很多次 首先你抽換了幾個 不同的概念 首先第一 手足根本上每一天都是被審訊 根本就不存在 用權力及特權化 才會手足被公審 每天都被公審 每天都被公審 不見你們那幾個 專櫃的立法會議員 K大律師 幫他們打過一場官司 他很繁忙 要守著議會戰線 專櫃的余若薇資深大律師 梁家傑資深大律師 沒見過你幫手足打過一場官司 以前又不見你用和平的方法跟他們說以上的那番話 這個就是你們做的行為 其實只是說這件事已經夠死了 在偷換概念 其實 手足也在被審訊 完全沒有 另一件事 權力及特權法案 就不是完全是 緊構著我要留下 就好像不會存在權力及特權法案的調查 他說他留下 就可以頂住 首先要求特權法案 只要過一半就可以了 你根本從來都沒有一半 如果選擇留任的話 選擇在那裡接受委任的話 其實你是不夠一半的 因為有部份DQ了 長毛DQ了 今天雖然DQ了這個陳凱恩 但是人家也是多你很多 你怎麼擋住權力及特權法 其實是擋不住的 權力及特權法案 一說到傳召的人 每個人都要上庭去答辯 其實你也說到他一定會去查612基金 會去查星火 其實星火 你知道很多錢都不是在香港的 你知不知道 星火 有很多人都不在香港 你也知道嗎 你們來關心就不可以了 因為612要出來答辯 你們都公民正大的 我相信他們公民正大的 有一個問題 一定要講清楚 他們經常都說 他們因為有他們 入了很多草案 入了很多議案 他們要求擠查721 所以才可以讓梁美芬那條 權力及特權法 沒辦法上去 劏了一年 他們這樣說 但是有一個問題 當你們有問題的時候 政府就不放上來 不打尖了 當政府打尖的時候 我想問你們有甚麼方法可以解決 其實從來都沒有 從來都沒有解決過 他們只要留任 政府就不會打尖 基本上就是 完全不是事實來的 沒有一個事實來的 整個辯論到最後 是否要冒這個風險 讓梁美芬 偷這個雞 因為梁美芬沒有雞偷 他們天天建制派都會入了這些議案 整個辯論就是危命題 來來去去 講了一個多小時 講梁美芬 首先 梁美芬應該要向共產黨CAM功勞 因為原來梁美芬一個議案 讓你有兩大黨 的頭號人物出來要endorse 臨時立法會 梁美芬真的很厲害 如果有選 一定要讓梁美芬做 梁美芬從政那麼多年 沒試過有人高度肯定他 當敵人那麼高度肯定他的時候 這些是對梁美芬 做立法會議員那麼久以來 最大的肯定 梁美芬對上一次 有功勞就是一帶一路叫雞團 抽出了一個社會律師 沒有了 這是一個最大的功勞 很難想像一個辯論裏面 居居都是梁美芬 說到 只要他們留下就可以頂著梁美芬 其他人就沒有辦法了 他們如果一選擇 全部撤出議會 全部都不接受委任 然後會發生的事 就是所有議案都放上去過 手足上被人變私 你可以保證 你留下的時候 政府不會把梁美芬的法案 放在你前面 你有沒有辦法可以保證嗎 完全不能夠 你有沒有辦法保證我 沒有可能 他在那裏說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就跟你交換了 然後又說你能夠保證 我不在那裏就會沒事 那些詭辯 現在不是 你在不在那裏會不會有保證 有希望 而是你在那裏就正在維持 一個非法的議會嘛 沒錯 這件事很簡單 你問下一步應該是為甚麼 下一步應該是全面杯葛議會 跟他開戰 是否定議會 你想贏的話 根本就要推翻那件事 現在就掛到嘴唇邊 你根本就不可以說 然後有打手立即出來質疑區議員 為甚麼你們又不辭職啊 你們三百多區議員 你這臭小子 剛才那個辯論也有問 你們不辭職 他們是民選的 他們是民選的 首先這個區議會就不是人大延任 你不要弄錯一些觀念 你不要弄錯一些概念 如果人大下一次 開人大的位置讓你去選 你是不是去選 然後有人大北京幫你阻擋惡法 你上去就投不了反對票啦 投明票的那裏 不是投暗票的 到時他的位置有一個按鈕 就是贊成 贊成和自爆 贊成和保安 隨便按一個 按一個按鈕就是我們勾勾 肯定是 所以 全部 誤導人家 講大話也誤導人家 你們有甚麼資格可以保證 政府不會打尖呢 之前政府試過很多次打尖 你們能擋得到嗎 其實真的很簡單 你根本就一定要 你一定要否定這個議會 不然你怎麼贏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贏的 政治上是沒有可能贏的 基本上香港人就是在否定人大的決定 現在一定是一個最大的公約數來的 最大的共識來的 香港人就要否定人大的決定 但是你們就要承認人大的決定 跟香港人站在對立面 來來去去 要承認人大的決定的原因是因為梁美芬 梁美芬是不是立大公呢 如果按這個說法 那些地方有兩萬個了 不好吧 那些法案 老實說 你也沒辦法 阻止別人進入甚麼議案 因為每天都會有法案進入 問題就是 如果政府要搞正如你所說 要搞你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阻止別人 你是否有本事呢 你有沒有曾經有成功案例 有沒有阻止過你 你嗎 是不是 你自己提出的議案 你自己也不能下去投票 你怎麼能夠 說服你們會在那裏 全世界的局勢很清楚 很多人現在 看著很希望美國打中國 那你覺得你 你是不是要給一些子彈給美國呢 其實到最後你也是 寧願endorse人大的 人大的決定 現在外面說得很清楚 瓦解共產黨 不是爭取民主那麼簡單 不是在議會拖著梁美芬 光復香港不是為了拖著梁美芬的 他們的 agenda setting已經很差了 但是另外三個小朋友 為什麼你不說優化831的方案 831為什麼不可以接受 其實他們是接受的 其實他們是接受的 在張德光的框架之下 承認831 以及在習近平 主張 再回歸的框架之下 不過罵還罵 林卓廷說一句 我也覺得他也算有一點風骨 起碼說如果這個議會變成萬年議會 我會離開 起碼是只有他敢說的 他還要代表他自己的 其他也不認同 我肯定啦 歐發先生肯定不認同 那麼辛苦 拿了一個位置也不用選 那麼 現在那個形勢很明顯 明年如果他 所以回到我們說的 林卓廷721受害者 被打壓的對象 所以他現在也覺得自己是抗爭者 這個心很強 我沒有質疑過他 所以這個時候 你一定是要搞的就是民間議會 你沒有可能再承認他的議會 你沒有可能再承認他的議會 你從來都不是在對抗中共這個政權 你只是在他的卵液之下 狗斜偷生 那你為甚麼不學九三學社 學那些文盟 學子公黨 加入八大民主黨派 香港會成為第九大 為甚麼不做 很簡單 人家沒有邀請他加入 這個也有的 所以這次可以進入 我們有時候 我們是不是太要求高呢 我們應該是 我們也阻止不了你們的 現在的國際局勢 其實很清楚 西方 西方文明社會 VS 中共俄羅斯的獨裁政府 其實有甚麼原念呢 其實是正邪對決來的 看你站在哪邊 老實說 我們是阻止不了你們的 因為有肥佬妮 有100人 有不知心 兩兄弟 代后小豪子 我們的聲音也很少 所以我們一定是繼續反對你們 你們也沒有人提的 老實說不用搞那麼多事 反正也有人代表你們 你們也不用要其他人支持 只要你們支持者支持 一個最根本性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在立法會裏面 又回到那個問題 你被30個保安 40個保安夾著你 扔你出去的時候 你怎麼對抗呢 一直在逃避這個話題 逃避暴力的話題 現在不怕跟你說 開宗名義 是暴力 現在跟你說武力和暴力 你怎麼應對呢 很簡單 萬必被郭偉強扯下來 也沒有人告他 要搞到自己私人檢控 然後就律政司介入 然後就撤銷你的私人檢控傳票 如何頂著呢 如何在議會頂著這些東西呢 我看不到你們頂著 看不到你們的能力去到哪裏 為甚麼那麼多人要說美軍要來 那些軍艦要來 為甚麼那麼開心呢 你要的是甚麼 你要的是進一步的想像 一定不是在裏面 提議案 去擋住一些議案 整個大局 你們變成很細微的 現在整個大局你們不顧 我對肥佬黎很失望的 整個全世界局勢 是不顧的 其實我們不明白他們的國際視野為甚麼是怎樣的 你是不顧政治局勢的 羅冠聰也跑去做時代集資 封面人物 你也是流亡者 你怎麼那麼失禮呢 有個問題 美國現在需要一些子彈 你也不肯給他們 很大犧牲 十萬元個月 還有二十幾個 有二百幾個 連議員助理 那些人的生計怎麼辦 原來是在說這件事 而且你不要忘記 抗爭者其實很清楚 整個性格 你的口號就是你不認同 那句 I feel burn you burn with us 原來不是的 那是甚麼為之 burn呢 Burn的意思是甚麼 他們也是不認同的 你根本從來都不認同 所以你就從來就是假裝一火 其實一直都在割蓆 其實一直都在割蓆 好像昨天預約沒出來都在割蓆 什麼是攬炒 什麼是玉石驅墳 驅墳啊 驅自的師姐一起的意思 不是我們是墳 你在裡面 你在議會 現在真的是最失望的 完全沒有國際形勢 總結一下 大家不需要聽這個辯論 不要浪費你的生命和時間 反而你看到我們的廣告 麻煩你努力點按 多謝大家 拜拜